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出来结果之后将会怎么样 将影响着香港的未来 这个概念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作为梁振英来讲 大家公认的他 公认的谣言是他是中共地下党党员 那有关国民教育科这件事情 迟迟他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12万的香港人站出来向他说不 激化到这份上 那中共上层下令不许他去参加APAC会议 在这个背景之上 他还玩花活 对吧 我昨天跟大家形容叫臭大姐翻身 玩了一个花屁股 在这个情况下 他讲撤回国民教育科三年的死期 而并没有撤科 并没有把这个科目本身撤掉 这就是梁振英他最共产党员的一种表现 在上期节目当中 我们也提到 国民教育科本身的国民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是胡锦涛要求下而让他做的 那梁振英呢 在他与唐英年竞选时呢 我们也看过资料呢 梁振英呢 是获得了胡锦涛首肯的竞争者 在当时 所以这我们前后基本上就对上茬子了 对上茬子的意思呢 我讲说呢 其实梁振英在竭尽权力来表现 他作为中共党员来讲 他在尽职尽责 如果从共产党的角度本身来讲呢 独裁体制本身的角度来讲呢 他这么去做爱国主义宣传呢 是绝对对的 真的 绝对对的 因为他就是共产党嘛 所以共产党他一定这么干 而出现的问题在于 在一个自由的香港 正像那朋友说的 一个在桥上走的 自由自在走的过河的香港人 你非被共产党从桥上拉下来 摸着石头在底下浅油 邓大人在里头 在底下油的 这个江泽民在底下浑水摸鱼的 你弄香港人走在桥上 底下本来低着头看这群傻东西在摸鱼呢 扭过脸来 你给人拽下去 你这不就等于是坏蛋吗 其实就这么回事 面对着具有朴实价值观念和概念的香港人 国民教育科就透 爱国主义教育就透显出他的邪恶性 从而不被接受 那就在9月9号 香港立法会大选之前 那梁振英呢 宣布撤下 所以很多舆论评论认为呢 那梁振英呢 是迫于北京的压力和整个立法会选举的压力 他怕亲中共的建制派的这些竞选者呢 落选 最后泛民主派呢 获得大面积的这个提升 将会给未来的立法会呢 带来极大的冲击 就会造成梁振英在未来的时间里执政的一些政策呢 很可能在立法会遭到拒绝 那就麻烦了 所以从这个前提下呢 梁振英撤掉了这个所谓国民教育科 但是呢 在香港的民间呢 人们看的却很清楚 那苹果日报呢 在今天9月9号的头版头条的文章题目呢 是这么说的 梁振英拒绝撤掉国民教育科 救救孩子 凭良心投票 那这是这个苹果日报头版头条向所有香港人发出的呼吁 那截止到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呢 我也看到呢 整个香港人的这次的投票率相当高 那他过了半天的时间呢 他说大概有80万人去投票 这个比重呢 是相当高的 那整个在香港具有投票资格的这个投票人呢 大概350万左右 如果有50%出来呢 那就是170万人呢 出来去投票 大家想想 如果170万人 50%的投票率 170万人出来投票 而在星期四的晚上 出来向这个梁振英的爱国主义教育呢 说不的是12万人 占了将近10% 那一个晚上占了将近10% 而在7月1号出来游行的人是40万人 40万人对比着整个投票率的 如果按照175万的话 大家算算数 那是多少 25% 四分之一 那将意味着 大家记得我昨天一句话说 这一次香港人的行动 叫做全民反迫害 全香港人反对共产党的教育的方式 对他们儿童的精神上的迫害 对整个香港社会的价值观的迫害 这个意义就非常大 而在这个前提之下 整个反对国民教育科的时候呢 是一个15岁的中学生姓黄牵的头 这里头没有传统的政客的作为 没有泛民主派的任何人在最开始站出来 包括支联会 支联会是因为六四而成立的组织 支联会是在后来才出现的 所以这纯粹就是民间 老百姓的民间 青年人 少年 学子 直接向共产党说不 这个意义太大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苹果日报这篇文章上来提到说 这些日子里 市民每天涌入到香港 香港政府的总部的公民广场 以汗水和泪水 为的是要特区政府撤回 毒害孩子们的洗脑的国民教育科 连日置若网文的特首梁振英 选举前夕宣布修改政策 但依然拒绝撤科 香港人要拯救如是珍宝的孩子 别无选择 今天立法会选举 必须全民总动员 投票反对洗脑教育 抗衡梁振英的候选人 广场上没有投票权的年轻人 昨天也恳请大人去投票 将支持洗脑国民教育科的建制派赶出立法会 这完全就是一种号召一种呼吁了 文章写的太长了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就是在投票前夕 这个苹果日报的 头版头条的一个梗概的内容 那针对香港这件事情呢 应该说呢 呃 梁振英耍的这个花拼用呢 作为香港人来讲非常清楚 而香港的学子来讲 在这一次呢 确实是坚决不松口 一不达到目的呢 绝不罢休 那法广的一篇新闻介绍是这么说的 反洗脑团体拒绝接纳港府建议 罢课行动已经蔓延到中学 香港反国民教育的团体 对梁振英8号提出的新建议 拒绝收获 认为是个缓兵之际的假撤回 内藏魔鬼的细节 因此已经准备了长期抗争的工作 国民教育家长关注团体呢 已经正式注册为公司 那聘请全职人员推动反洗脑工作 与这个梁振英的政府进行持久战 早已决定在11号举行全香港大专院校 罢课行动的香港专上学生联会 也不满 梁振英没有撤回国民教育 重申罢课计划不会改变 而部分中学生正在蕴壤着 在9月26号发起罢课 向梁振英政府施压 这就是我觉得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两条啊 第一个在香港这是一个 他的他现在的政体社会的概念呢 是跟西方的社会概念是一样 反国民教育科的主要的发起者 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 即刻已经注册成为一个公司 哥们你在北京你自个想卖个冰棍 你想拿个执照 哥们你得花多少根冰棍的钱 贿赂那个发执照的呀 对吧 你别说涛哥冤枉谁啊 要不然呢税务官靠工资条挣那点钱 能买的房吗 鬼都知道 不是说鬼的傻子都留着鼻子都知道 你得给钱 不给钱这事怎么办呢 对不对 今天媳妇没用 什么都没用 就钱有用 但你先看看香港 它是个反政府的组织 反梁振英的组织 但它可以即刻说注册就注册 哥们懂得什么叫自由和人权了吧 要明白 表面的一句话 中间是根本的差距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八个大学 一共香港八个大专院校都宣布罢课 而八个院校的校长都重申支持学生的这种自由的权利 这种运动 而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明确讲说 向罢课的学生提供所必须的电力以及其他的一些必需品的这些要求 由学校提供 啥成啥 对不对 北京大学现在成啥了 成啥了 对不对 咱们不能说不好听了吧 但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在干啥 在怎么在叫 嗷嗷的叫 北京大学里面的一些女孩子 一些女人在干啥 对不对 我相信 莫名湖畔的学子们比涛哥清楚 如果他们真的想干点什么 北京大学的三角地已经没了 铲平了 连个草都不是一样的草了 而北京大学的三角地却是23年前八九六四的发源之地 真正最开始的讨论发源之地 想想什么叫自由吧 这是真的 针尖对卖门 这绝不让人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